我想問一下那個拜習會喔 新華社有提到說 施進平有提到賴總統 但是後來從官方的影像中 好像也都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那就被懷疑說 是不是中國的媒體有在照耀 其實我後來有去他們正式的這個網站上面看 所謂這個拜習會的談話裡面喔 那他列出了幾個項目 那當然就是這個中共他們通常都會講的主要內容喔 可是我也在上面並沒有看到賴總統三個字 所以我想可能是一些媒體 他們或許呢這個在記錄的時候 或者說他填寫的時候 那自己有加油添醋的情況 因為在官方媒體我所收到的重點記事的部分 我很仔細的看確實是沒有看到賴總統三個字 對但我覺得呢 如果他們這個真正官方的說帖裡面沒有的話 那就是大概率就是沒有 那所以說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媒體他寫了錯誤的報導的話 那規則大概也是這些媒體他們相關查證義務 可能沒有做好的這個責任 但是我卻確認了幾個重要的官媒喔 確實是沒有提到賴總統三個字的 在這個APEC的場合當中呢 有傳出說習近平對拜登講話的當中呢 有提到了賴清德 但是呢可以看到島政人士這邊也說沒有這回事喔 那目前國安局這裡掌握到底有沒有提到賴清德賴總統 我想我們有比對一下美國白宮官方的新聞稿 那也針對中共領導人過去在這些國際場合的談話 來做一些判斷 那比較少出現直接點名台灣領導人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們也在評估說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 或是官媒有做刻意會後的媒宣的操作 或認知作戰的操作 那因為相同的狀況也發生在日前 習近平跟新加坡的總理黃勳才的會談 在會談之後中方的新聞稿 也提到了新加坡的總理去提到 克尊一中的原則 以及反對台獨 但後來經過查證 新方並沒有這樣的談話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我想還原起來的話 可以發現到可能有一些媒宣操作的考量在裡面 習近平你除了四條紅線是不是讓台海跟你怎麼講 事實上在這一次的拜習會 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雙方針對爭議的議題 像是毒品還有AI 他們建立工作層級的機制來進行管理 避免紛爭的失控 那第二部分就是地緣政治的問題 還是美中關係裡面最結構性的障礙 那美方擔心中共的誤魄會衝擊到區域的河穩 第三個部分就是台海安全的議題 已經變成是美方非常重要的戰略關切 所以美方也特別認為這個問題是會連動到 全球的利益跟繁榮 那也要求中共不應該在台海周邊 進行任何可能破壞穩定的軍事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雙方 大概有點在總結過去四年的美中關係 也就是雙方希望能夠來管理紛爭 但是看到達成共識的部分並不多 那所以在台海議題上 雙方都各自在畫紅線 表述自己的立場 那比較大的特點大概就是在雙方同意 不把AI的技術應用到核武的決策 那這大概是這一次拜席會的一個比較唯一的亮點 大會主席韓國瑜院長 蕭美琴副總統 卓榮泰院長 土阿魯戴斐力總理閣下抗力 來自友邦和友好國家的慶後團團長 海內外貴賓 現場以及收看電視和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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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台灣喝彩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灣 一百一十三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地制 他們的夢想是 建立一個民友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 然而民主的夢想曾經在熊熊戰火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年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75年前的古零頭戰役 66年前的823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台澎金馬 守住了中華民國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 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懼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做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 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 台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台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舔手知足 但 當我們的朋友 遭遇天災危難 面臨百年大逸時 我們毫不遲疑 身手援助 Taiwan can tell 不是口號 是台灣人民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台灣人民 用一腳背心 照片轉世界 開創台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台灣科技 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動力 台灣人民多元無懼 我們的尼菲亞 是世界防後 台灣人民勇敢無畏 台灣的女兒 林玉婷是世界權後 十七歲的蔡雲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目光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勇奪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 台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一次擦亮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的招牌 我要感謝一代又一代國人同胞 同舟共聚 風雨同行 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 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